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9号宣布将暂停对乌克兰钢铁征收一年的关税 由于乌克兰钢铁占美国进口份额非常小 美国媒体评价此举主要是象征性意义 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 宣布暂停对乌克兰钢铁征收一年的232条款关税 这是汤安普政府自以2018年起对外国进口钢铁加征的25额外关税 乌克兰是美国钢铁的一个较小的供应商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 2021年乌克兰对美国的钢铁出货量约为13万公吨 占美国钢铁进口总量的不到0.5% 据美国商会的数据 乌克兰在2021年向美国出口的商品总额为19亿美元 不到美国所有进口的0.1% 但约占乌克兰总出口的0.28%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不能仅钦佩乌克兰人民的毅力和精神 而是需要支持他们 并支持对乌克兰经济福祉最重要的行业之一 乌克兰是全球第13大钢铁生产国 其产量的大约80%用于出口 据彭博社报道 自俄战争爆发以来 包括成品钢材在内的大多数乌克兰商品的出口已经崩溃 美国商务部表示 尽管战争仍在继续 一些乌克兰钢铁厂已经重新开始生产 其他工厂在停工期间继续支付和安置工人 欧盟委员会上个月也已提议 对现有自贸协定未涵盖的所有乌克兰商品 暂停征收一年的进口关税 欧盟还提议 就同钢铁进口相关的保障措施对乌克兰进行豁免 并取消欧盟目前对乌克兰钢管 热渣扁钢产品和糖衣板征收的反倾销关税 富豪卫视王又又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号在没有事先公布的情况下 到访乌克兰 视察位于首都基辅附近的伊尔平市 并出席加拿大驻基辅大使馆重开仪式 特鲁多当天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承诺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军事援助 包括无人机摄像头 高清卫星图片 小型武器 弹药 以及资助 扫雷行动等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弗里兰 外交部长若利的陪同下到访乌克兰 在首都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并召开联合记者会 特鲁多表示 加拿大将对40名俄罗斯个人 以及5个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 同时也承诺会提供2500万加元 给世界粮食计划署 以保障乌克兰粮食安全 并临时取消所有从乌克兰进口 到加拿大的商品关税一年 特鲁多也与泽连斯基一起 以事项方式出席七大工业国有关乌克兰局势的特别会议 特鲁多当天稍早 还前往位于基辅附近 曾经爆发激战的伊尔平地区市场 之后与副总理弗里兰 外长若利以及加拿大驻乌克兰大使一起 共同出席加拿大驻基辅大使馆的重开升旗仪式 这是继外长2月12日宣布 临时关闭驻基辅大使馆之后 时隔近三个月大使馆再次重开 特鲁多此次访问乌克兰行程 出于安保考量 原定是计划在离开乌克兰之后 才会正式对外公布 不过由于当地官员提前将访问的照片 上传到了社交媒体 也导致行程提前曝光 富凰卫视 族客信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导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美国各地的简讯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根据一个零售商数据跟踪组织的最新统计 全美目前面临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情况仍在持续 且在短时间内尚未有缓解的迹象 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 全美的婴儿配方奶粉缺货量达到40% 高于3月份的29% 数据公司Data Sampling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通货膨胀 供应链短缺和亚培奶粉召回等问题 持续为婴儿配方奶粉市场带来波动 并继续成为市场上受影响最大的产品之一 非盈利组织国家母婴协会指出 与其他食品不同 婴儿配方奶粉供应短缺 影响了婴儿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营养来源 营养不足会对婴儿造成长期的健康影响 目前缺货最严重的周份的缺货率达到50%左右 洛杉矶警方周一表示 上周末在一处明宅内发现三名儿童死亡后 承认犯案的孩子们的母亲和一名协助犯案的 16岁青少年已被逮捕 据警方介绍 在周日上午7点40分左右接报后 赶往乌伦休斯的一处住所 在屋内发现了三名儿童死亡 包括一名12岁女孩和两名分别为8岁和9岁的男孩 孩子的母亲为现年38岁的安吉拉弗洛雷斯 在被捕后被控三项谋杀罪 目前保释金设在600万美元 而协同作案的16岁嫌犯因一项谋杀罪被捕 目前被关押在青少年监狱不得保释 目前尚不清楚这名青少年与这名母亲和被害儿童的关系 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简讯 当选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的李家超 与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 商讨两届特区政府交接安排 包括政府架构重组的立法时间表 林郑月娥表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的成功举办 意味着按基本法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政治体制 以圆满建立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未来会继续稳控疫情 让社会生活恢复常态 让市民可以开心地参加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股周一大跌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60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挫超过4% 标普500指数更是去年3月以来 首次收在4000点整数关口下方 市场担心美联储激进紧缩 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原油重挫 避险需求推动美元走高 美债收益率大涨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2厘 详细请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一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早盘是重挫递开 最后是暴跌作手 投资人虽然是持续忧虑通货膨胀的压力 但是认为目前经济可能会进入通缩的现象 则是投资人主要的关注焦点 标普500指数在星期一一举跌穿了4000点 而且是全年的低位 在过去的连续三个交易日当中 三大指数跌幅都是超过10% 10年长的收益率早时一开盘就冲上了3.2% 投资人是相当的腿气浓厚 实际上科技类股继续是另跌 科技类股当中跌幅最大的要算是 道琴斯瓶颈工业指数两大成分股 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分别都是超过3% 但是在道琴斯瓶颈工业指数当中跌幅最深的 要算是波音飞机公司跌幅超过10% 另外标普Y指数11档行业股几乎是全面走低 只有在收盘时民生型肋股略微小幅反弹 0.05% 能源肋股跌幅8.3% 方代肋股4.2% 虽然油价呈现下降 但是航空旅游等能源的这些行业 各类股也都是出现相当大幅的惨重下跌 投资人认为目前可能是熊市还会纵盛的发展 所以在星期一虽然各个指数和各股 蓝筹股都是出现大跌 但是没有投资人愿意趁低入场 10年少年收益率是3.04% 油价下降6.56% 是102.56美元一同坐收 而黄金价格也是下降1.5% 是1853美元一盎司坐收 总来说现在市场是全面重挫走低 投资人还是要观望 宏观经济状况和公司个体的现象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风宏一时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一下 节目时间是新闻的 产品 并非时间时间做到 一起财经 볼 一当朝用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甚至技能 用一个大的 社區工商方面 關於墮胎犬爭議熱度持續 8號母親節當天 矽谷再度爆發 爭取墮胎犬的抗疫活動 在左派團體和學生們的帶領下 數百人聚集在 硅谷盛河賽市政府廣場前示威 有和女兒一起來的母親認為 墮胎犬的歸屬 應該由選民投票 而不是最高法院裁決 如果我一個40歲的女兒 有一個孩子 沒有症狀 我會有什麼社會的支持 我會有什麼社會的支持 你不能這樣做 而不給我們一個方法 有同性戀的駐產護士表示 剝奪墮胎權是侵犯個人隱私 進而將侵犯同性婚姻的權利 有示威者認為 關於墮胎權的爭議並不涉及政治較量 只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觀念的衝突 也有部分選民認為 民主黨政府漠視最高法院泄密的原因 但是對於示威抗議活動卻推波助瀾 根本目的在於試圖扭轉中期選舉的頹市 方位是劉海平歸谷報道 今年是排華法案通過140周年 舊金山華裔社區居民特意到天使島 回顧充滿種族歧視的法案紀念先日 有華人後代透露 其祖父母當年為了進入美國 在天使島上被拘留了三周 排華法案頒布後140年 一直對華裔社區造成影響 雖然排華法案在79年前被廢除 但在當今社會中 華裔經常被區別對待 甚至被仇恨襲擊 去年夏天 梅淑琳和女兒就成為反亞裔仇恨的目標 排華法案是美國頒布的第一個排他性移民政策 具有嚴重的種族歧視和籌外傾向性 之後擴大到其他亞太裔社區 而這種政策的傷害依舊延續 因此後人記住和瞭解這段歷史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在過去兩年看過了10,000 對中國國際上對亞洲和亞洲和亞洲人 有很多不報告的嚴重的嚴重 現時代的瘋狀和瘋狀 上世紀初天使島是移民進入美國的主要通道之一 天使島移民居留所在1910年到1940年間 審查了來自90個國家的約100萬移民 其中175,000人是華人 受1882年排華法案影響 華人被羈押的時間最長 方航衛視劉海平舊金山報導 近日 美國金國會在南加州盛蓋博士 舉辦第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及母親節聯歡晚會 南加州眾多民選官員與社區領袖 近400人出席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張平的夫人陳衛 和副總領事李春林 美國國會議員趙美馨 加州參議員Bob Archulet 和眾議員方樹強等民選官員及社區各界人士 近400人出席了當天的活動 活動上宣布 楊碧接任陳傑擔任金國會第四屆會長 創會會長張素九 趙美馨 陳衛 英國皇家學會 RSSG加州主席Karen公主 和第三屆會長陳傑先後致辭 祝賀楊碧接任會長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張平的夫人陳衛 在致辭中首先代表張平總領事 和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 向新任會長楊碧及新一屆理事會就職 表示祝賀 陳衛還表示 希望金國會能繼續為華裔女性梳立榜樣 繼續追求高標準的自我發展 並且促進中美雙方進行更多的文化交流 當我上來以後 我會帶領我們的團隊提升 提升我們婦女的健康養顏 然後還有提升我們EQIQ 控制好自己的情緒管理 把家庭做好 在工作生活中 也做好親子之間的關係 金國會創委會長張樹九 在當天回顧了金國會的歷史 並表示他相信楊碧接任會長後 金國會的工作也將再上一個台階 美國國會眾議員趙美鑫 在致辭中對金國會予以了高度的評價 他表示 金國會為社區做了很多事情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積極捐贈防疫用品 讓他印象深刻 金國會第三屆會長陳傑 在完成交接儀式後表示 他將一如既往的積極支持 和配合楊碧會長的工作 我們希望我們這些女同胞 能夠提高自身的修養 從內心心靈到外表 然後努力地工作 讓我們這些女生 也在美國能夠更好地做中美的交流 能夠讓我們有亮麗的 這樣一個婦女的這樣一個姿態出現 在當天儀式的最後 還有精彩的文藝演出 引得現場來賓陣掌聲 而美國金國會也在當天表示 將繼續發揚金國精神 和堅守金國中止 帶領團隊多和美國主流婦女的社團聯誼 合作交流互動學習 傳遞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 促進華裔女性成為中美文化交流的民間推動者 鳳凰衛視宋城 洛杉磯報導 近日 亞凱迪亞學區教委候選人張奔 携競選團隊 在亞凱迪亞前市長張盛雄家 舉行後葉聚會 與當地居民見面溝通競選綱領 當天共有50多位當地居民參加了本次活動 在活動上 張盛雄與夫人張馬敏妹 先後發表講話 代表社區居民表達了對亞凱迪亞學區 注入新鮮血液的期待 也表達了對張奔參選學區競選的支持 美華總理事長雄文盛 蘇哲戶同鄉會會長Judy Lee 匯豐地產總裁張強等社區領袖 也先後發言 號召亞市居民去了解張奔的競選理念 並支持張奔的競選 祝福這個Ben Tang選上 這個他年輕有為 而且他服務社區也有經驗 他是Made Arcadia Police Board的 這個Board Member 他這個他也常常到這個社區做Volenteer 所以我想以他這種熱心來為我們服務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支持這位年輕人選這個School Board 我希望他選上 而且他一定會選上 候選人張奔在發言中再次闡述了自己的政見 他特別強調了包括後疫情時代 如何幫助學區的家長和孩子們調整好心態 重新投入到正常的學校生活中 如何關注學生和教師的心理健康 如何幫助家長和孩子更好地和學區 學校溝通 以及如何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和和諧的學習環境等問題 並承諾如果獲選 一定會不懈努力實現學區的新變革 Good evening everybody I'm here today at Dr. Chang's house The former Arcadia Mayor To meet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As well as community members and neighbors To talk about why I'm running for Arcadi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Board of Education 據了解 本次的競選工作已經進入最後一個月的倒計時 競選團隊正在抓緊一切時間緊鑼密鼓的工作 走街拜票 電話訪問 參加社區各項活動等 通過各種途徑和社區居民溝通 得到了很多居民的認可和支持 張奔本人也表示 相信選民們能夠看到他的能力和態度 並期待選民們能夠投給他那珍貴的一票 好 鳳凰卫視宋城洛杉磯報道 就在剛剛過去的母親節前一天 位於南加州的美美會時尚會所 舉辦了一場特別的感恩母親下午茶聚會活動 聖盖博士市長丁岩玉 蒙特利公園市前市長林達堅均出席了活動 把對母親的美好祝福送給母親及在場的各位媽媽們 而在當天的活動上 美美會創辦人CEO索菲也感謝各位VVIP會員 一路以來對美美會的支持和信任 她隨後與團隊總經理妙心 店長Joy等全體同仁一起把象徵母愛的康耐心 送到在場的每一位女士手中 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 索菲也在當天表示 全是美麗智慧的生活理念 倡導優質健康的生活方式 把美麗和健康帶給大家 這一直是美美會的服務宗旨 母愛是拜祭著我們一生的隱隱效益 也是我們漂泊海外的履履思念 母愛更是拜祭著兒女成長的陰陰氣派 那麼在康耐心順放的時候 我們把愛與真情送給我們每一位母親 也祝天下的母親們節日快樂 據了解當天參加美美會 母親節活動的除了部分會員外 還有來自南加州多個不同領域的嘉賓 包括網紅明星 地產經濟 知名女作家 畫家 大學教授 社區公益服務者 以及洛杉磯各僑團會長和婦女代表們 現場還進行了包括最美知性媽媽 最美時尚媽媽 最美靈動媽媽等多個明星媽媽稱號的評選 與此同時 美美會時尚會所也在當天宣布了5月份的 母親節特惠計劃 而當天到場的來賓均獲得了一張免費的至尊體驗券 鳳凰衛視宋城 洛杉磯報導 在母親節前夕 南加州的Lum Color公司 舉辦了一場名為Lum Color Lights of Love的藝術展 及慈善意賣活動 這也是Lights of Love系列活動的第二季 當天的活動搬出了12位杰出母親 得獎者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和杰出女性 全球文化教育科技創新產業基金會會長盛伊利 介紹了這12位母親傑出的個人經歷與背景 每一位母親也分別在台上做了精彩的演講 與道場的觀眾分享了他們身為母親的榮耀與悲歡 洛杉磯郡郡長凱瑟琳·巴格發來視頻 向獲獎的母親表示祝賀 巴格的華人代表吳中國也親臨現場 向12位獲獎母親頒獎 我們將慈善 意賣 以及文藝表演結合在一起 希望大家倡導世界和平 關愛弱勢純體 為我們的婦女兒童做一些事情 在頒獎典禮之前 Loon Color也與美國華人婦女聯合會愛心會員企業 聯合舉辦了捐贈產品和繪畫藝術品展出和意賣活動 參加本次活動意賣一展的藝術家有畫家王霞麗 鼠秀世界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周彥宇分別展示了他們的創作作品 並將意賣所得款項直接用支票捐給聯合國難民署 用於救助烏克蘭的婦女兒童 而為烏克蘭的捐款活動將繼續進行 通過正式展覽希望我們在海外的華人也能接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 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了解中國化之美 讓我們古老的東方文明走出國門 走向世界 最後祝世界所有的母親節日快樂 為了表彰本次活動的主辦方Loon Color 以及聯合主辦方AMC仁愛醫美 為關注全世界婦女兒童的福祉所作出的貢獻 凱瑟琳巴格的代表吳中國 特別向Loon Color和仁愛醫美的代表頒發了賀狀 當天還有精彩的文藝演出 包括展現中國傳統藝術的音樂 舞蹈 以及由UCLA大學生演出的歌曲《一路上有你》 表達了對母親的感恩之情和深深的眷戀 鳳凰卫視宋程洛杉磯報導 紅美陽光俱樂部以及The Hayviz Sharm 近日正式與公眾見面 為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後疫情時代的居住環境做出貢獻 紅美陽光俱樂部在列治文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式 吸引了上百名各界人士及政要參加 主辦方介紹了會員的各類福利 以及包括登山 高爾夫及遊艇在內的各項活動 為民眾提供相聚 交流與運動的平台 主辦方同時正式公開了座落於陽光海岸的The Hayviz房產項目 The Hayviz 項目在著名的旅遊景點 坐落於The Hayviz Bay的旁邊 它是一個坐北朝南 背上面海的項目 一共是99套別墅 紅美陽光俱樂部將為在The Hayviz 項目的居住者及投資人 提供以親近自然享受生活為主題的聚會活動 以及細緻服務 在後疫情時代為民眾提供更加靠近大自然 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鳳凰威視 安中 蘇惠文 一鳴江 溫哥華報導 最後讓我們來看一下未來24小時的全球天氣情況 並且記著金組長 其實因為獨立的並不能夠 在外面的地方 在藍色中找到了 黑鑼王 在一般若人経相 在海鑼王 正在海鑼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美国苏式药业联合赞助播出